朋友们好,欢迎光临采燕游室的频道 蜂蜜是世界上参加最多的食品之一 为了能吃到真正的纯蜂蜜 自己在后院养蜂的人越来越多 三十十年之前,在美国养蜂是件很简单的事 春天在后院放两下蜜蜂 夏天秋天就能割好多蜂蜜 现在庭院养蜂不那么简单了 二十十世纪八十年代,有一种蜂蜂从亚洲传到了美国 这种蜂蜂,英语叫做Vloamite 固内通胀称之为迪斯瓦蜂 蜂蜂传到美国之后,给美国的养蜂业带来了灾难 蜂蜂不仅直接吸食密封身上的脂肪 和圣诞二十几种病毒 感染了病毒的蜜蜂就变成这个样子 翅膀都变形了 现在美国和其他很多国家的正业养蜂人和庭院养蜂人 每年都要花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杀满虫 不杀满虫,蜂穷过灯的可能性很小 我第一年养蜂,杀满虫的机械不对 到了十一月底,绝大多数蜂蜂一夜之间就消失了 只剩下蜂王和几百只公蜂 因为蜜蜂太少,不能抱团去难 冬天时,所有的蜜蜂全部冻死 我第二年养蜂 杀满虫的机械,带腿了 但用药剂量不够 悲剧重新上演 两下蜜蜂当天都冻死了 从第三年开始 我刻苦学习满虫的防治技术 杀满虫的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 从此之后 去后院杀满虫成了我生活中的一种乐趣 如果很久不去杀满虫 我就浑身不自在 好像蜜蜂身上的满虫长到了我的身上一样 正因为满虫得到了有效的控制 我的蜂群在寒冷的美国武区 过动的成功率几乎是百分之百 在今天的视频里 我与朋友们分享 我在秋末冬初是怎么杀满虫的 希望带刚开始养蜂的朋友有些帮助 同时 让带蜜蜂和蜂蜜干兴趣的朋友 更深入的了解蜜蜂和蜂蜜 兴奉友们请记住 满虫不杀 蜜蜂必死 杀满虫是庭院养蜂人的必须功课 不秀不行 我在美国养蜂通常一年三次杀满虫 第一次是冬木春初 在蜜蜂大量繁殖之前 第二次是夏天 在蜂蜜收割之后 第三次是深秋 在密封入冬之前 第一次 到第三次 我用草酸 上满虫 夏天时 我用摄像草酸 上满虫 EPILIFE 上满虫 摄像草酸 TIMER 是一种种香料植物 摄像草种 提取的天然上满虫 有机会是 我向朋友们介绍 摄像草酸 上满虫的使用 除了用这两种上满虫 以后我会慢慢的介入 其他天然上满虫 以更有效的控制 可恶的满虫 本视频 节奏介绍 怎么用草酸 上满虫 我先讲草酸 是什么样的酸 再讲草酸 上满虫的异点 而缺点 最后介绍草酸 上满虫的具体操作 草酸 英语叫Oxilic Acid 是大自然中 天然存在的有机酸 常见素菜 如馅菜 剥菜 都含有草酸 种花种草 种菜的朋友 都知道一种杂草 楚酱草 我在种下自然课里 竟然把楚酱草 读成榨酱草 被老师批评个好多次 楚酱草的署名 是Oxilic 因为其叶子里 含有很高的草酸 楚酱草 分布广泛 全世界都有 很多地方的小孩 把楚酱草 当作零食吃 楚酱草 吃起来酸酸的 这个酸味 就来自草酸 由此可见 草酸 是一种很安全的山满鸡 低浓度是当零食 高浓度是山满虫 草酸 山满虫 有好几个优点 一 草酸 在风向上 有迹象 Super 的时候 也可以用 迹象 就是装 蜂蜜的橡子 这些 都是迹象 有些山满鸡 会污染蜂蜜 所以 有迹象时 是净制使用的 而草酸 这不同 可以在于迹象时 也可以用 因为蜂蜜本身 就含有草酸 使用草酸之后 蜂蜜中的草酸含量 不会显著增加 二 草酸 山满虫 满虫 不会产生 抗药性 满虫 带现人工合成的 山满鸡 已经有了 抗性 带着草酸 还没 抗性 三 草酸 作为山满鸡的 最大好处 是便宜 在美国 商业化的山满鸡 都贵得离谱 而草酸 这便宜的离谱 因为草酸 可以从建在商店的 油漆柜台 或者网上买到 油漆给家具的朋友 可能用个wood bleach wood bleach 就是草酸 草酸的最大缺点 是只能杀死 密封 成虫身上的满虫 草酸 不能穿透 风拉尘 所以 啥不是 躲在风格里面 风涌上的满虫 正因为如此 用草酸 上满虫 一年 需要好几次 接下来 我介绍 我 是怎么用草酸 气体 凶满虫的 oxic acid vaparization 用草酸 气体凶满虫 最佳时间 是深秋 到初春 因为这段时间 风格内的 风用最少 绝大部分 都是密封成虫 用草酸 气体凶满虫 最佳温度 是42 到50华氏度 温度太低 密封 暴弹太紧 草酸气体 不容易 参透到 最里面的密封 温度太高 相当一部分 密封 外出 采密采水 这些密封 生长的满虫 就杀不到了 用草酸气体凶满虫 除了草酸 还需要一个 草酸 气化气 美国市场上 有很多草酸 气化气 供养分人选择 草酸 气化气 便宜的 几十美元 贵的 好几百美元 如果只有几个方向 几十元的草酸 气化气 就足够了 没有必要买 十五百美元的 气化气 我有两个草酸 气化气 一个 借12伏 需电池 一个 可以借12伏 水电池 也可借110伏 交流电 三百层的草酸 太坚用量 是一个方向 一颗草酸 但根据 最近的研究 这个剂量太低 几乎没效果 我现在用的剂量 是一个方向 十五颗草酸 草酸用的多一些 但密封无害 但三百层的效果 大大提高 在气化气里 装好草酸之后 放入风箱 在门口 堵一块毛巾 或者具T恤衫 不让密封出来 如果大量的密封 刨出来 它们身上的满虫 就烧不死了 湿化气 接上电源 我用的电源 是投垃圾克炒机上的 血电池 连上电源之后 一会儿 就看到草酸气体 从风向缝隙里冒出来 草酸气体 刺激性很强 所以凶满虫时 要站得远一点 这样就不用戴防护口罩了 天热的时候 戴这样的防护口罩 很难受的 七滑的草酸 虽然很刺鼻 能刷死满虫 但对密封 没有影响 有时候看到 从风向里跑出来的密封 浑身上下都是草酸的寂静 一方身上的满虫 肯定被刺死了 因为气滑器的供率 和草酸的剂量不一样 草酸完全气滑的时间 也不一样 但一般 十分钟之后 所有的草酸 都给气滑了 将气滑器取出 冷却之后 再加草酸 然后去使用 第二个方向 草酸气体凶满虫 虽然费事 但是一个三满虫的好办法 便宜 有机 效果好 满虫 不会产生抗性 最重要的一点是 草酸 不会污染蜂蜜 我们在后院养蜂 最大的目的 就是受个 没有污染的成蜂蜜 所以建议 庭院养蜂人 多用草酸 三满虫 以提高 蜂蜜的产量 和品质 感谢光临 车厌油市的频道 请分享 请订阅 谢谢 我们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